韩国国民级演员玄斌以及孙艺珍正式在今年晋升新手爸妈了 小两口在3月举行世纪婚礼 6月就光速宣布怀孕喜讯 在11月27日顺利诞下爱的结晶 互期亲切的玄斌还在生产前结束远在蒙古的拍摄行程 赶回韩国全程陪在母子身边 前不久更透露称 把新作品《哈尔滨》与拉托维亚的国外拍摄 延到明年1月后 就是为了要与老婆小孩一起度过新年 让全网大赞好男人 孙艺珍产后悬宾变了 一张破格照引爆热议 不过公认爱妻宠妻的悬宾 最近居然传出产后大变脸的谣言 原以为将神隐一段日子的奶爸男神 在孙艺珍产后后大约一周就无预警留出新照片 只是照片中的他居然颓废到差点让网友认不出来 难道新手爸爸累了吗 原本以雕刻般精致五官 清新气质 受封韩国四大公共财产的他 疑似近兆中 居然满脸落腮糊 肤色黑不止三截 连身上的衣服都似乎有点脏污 与以往的差距超大的粗犷造型 马上被疯传 Manball特工上线 掏枪 标中击 奶爸拼了 好了 大家别恐慌 这张海报是玄斌在新电影 《玩命交涉》中的招牌造型 而且在早年的2020年九杀青的作品 整篇根据2007年的 《塔利班挟持韩国人事件》真实改编 玄斌这次又是单纲武力职 颜值兼具的开外挂角色 变身国情院特工朴大直 将与饰演外交官的黄胜文 展开热血动作戏 确定在韩国于明年1月18日上线 近日也公开了《玩命交涉》的首支影片预告 可以看到 卫系叙叙 晒超黑 身材壮的精实的玄斌 一登场就穿上全黑戴墨镜 用拽拽的语气问 带来交涉的是什么 接着 每到他的画面都是亮点 除了有骑重机飙车 枪战的刺激场面 还有特工玄斌怒吼 那如果因此增加牺牲者 你能负责吗 暴气的模样也好蛮 之后又有暴怒画面 说已经投入国家作战了 看不够男神的帅脸 最新预告照公开 穿着防弹笔心在车中 戴上墨镜出现在战场 一脸凝重看着电脑 或者穿着一件灰色的TE和黄胜文对话中 稍早 官方加码释出六张玩命社交的预告照 可以看到不同片段 不同造型的玄斌 每一张都自带强者气场 期待更多预告事出 接下来说 玄斌新电影搭档黄正民 为赚奶粉钱疯狂活动 与孙一珍女儿备受关注 据韩国电影界相关人士表示 由玄斌和黄正民主演的电影 玩命社交 将在明年春节后上映 也算是春节期间的热门电影 为了给电影造势 两位主演都已经开始了宣传活动 黄正民和玄斌都是演艺圈的男神和影帝 两人合体主演电影热度不言而喻 玄斌在之前出演的电影和电视剧的频率 并没有这么高 自从和孙一珍结婚之后 特别是在年底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女儿 在活动方面就频繁起来了 而且也不断地接受新剧本的邀约 网友们纷纷表示 不愧是当了爸爸的人 已经开始为了奶粉钱而拼命了 对于这样的说法 玄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没有否认 从他的状态可以看出来 如今已经开始慢慢适应爸爸这个角色了 而且在努力地为家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 在这部电影中宣布将会饰演一位国情院要员 角色定位十分具有专业性 从公开的海报造型来看 玄斌的角色与他本人有很大的反差 大家都在期待他在这部电影中会带来怎样精彩的演出 而且在此之前 玄斌和黄正明的合作并不算太多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 他们这次能够在电影中碰出不一样的火花 对于玄斌来说 现在演戏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了 所以更多的是通过拍戏 去提升自己在演戏过程中的体验感 而黄正明作为资深影帝 对于角色的塑造也是深有体会 玄斌除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演员之外 也同样是很成功的丈夫和父亲 现在每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玄斌都会把孙艺珍和女儿挂在嘴上 一点都不放过秀恩爱的机会 不过观众和网友早已熟悉了 他们这种做法了 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 也非常喜欢听他讲述 他和孙艺珍之间的浪漫故事 接下来说 玄斌2023年开年杂志封面公开 新进奶爸变身型男 愈发成熟稳重了 马上就要年末了 娱乐圈里各种年末活动 现在已经接连不断了 杂志方面的开年大刊 也已经提上日程 这也是各位明星非常重视的 毕竟能上开年看的明星人气 影响力等方面肯定是非常拔尖的 12月15日 SQ杂志韩国版公开了 1月份封面人物为新进奶爸玄斌 喜迎开年双峰的玄斌 给了粉丝莫大的惊喜 同时也证明了他的人气与地位 对此前不久刚刚升级为爸爸的他来说 又是一件喜事 杂志封面当中的玄斌也向大家展示了 初为人妇成熟稳重的一面 感觉当爸爸后的玄斌 真的是越来越有男人的味道了 也越来越有形了 第一张封面当中 玄斌身穿牛仔衬衫 双手撑着下巴看向远方 嘴角还露出一丝坏笑 看起来像一个玩世不恭的富家少爷 难得在40岁的他身上 还能看到一丝活泼阳光的少年感 虽说已经40岁 但玄斌保养的还不错的 皮肤紧致细腻 只有眼角部分笑起来有少量皱纹 整个肤色呈现出古铜色 看起来十分健康 整体看起来玄斌状态非常扛打 另一张封面中 玄斌又切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他身穿黑色毛衣 时尚却又不失温暖 下巴依着双手 眼神透露出忧郁的感觉 此刻的玄斌是一个正在思考中的状态 认真而又集中的注意力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他很有魅力 当爸爸以后 玄斌真的愈发的成熟稳重 越来越有形男奶爸的感觉了 说起来 玄斌最近真的是喜事连连 2023年开年就登上了杂志封面 而且还有新电影《交涉》 定档于1月18日 日前 电影官方已经发布了首发海报 玄斌和黄正民两个实力拍档 成为最大看点 除此之外 玄斌在外形上的改变 也刷新了大家对他的认知 在电影当中 玄斌饰演的是一个长期驻扎在 中东的国情院药园 所以他特地留了洛腮糊 肤色也晒得很黑 减肥健身 练出大肌肉块 整个荧幕形象满满的霍尔蒙爆棚的感觉 也从原来的奶油小生变成了粗犷的操汉 可见玄斌为这部电影是下了功夫的 期待电影上映时能给大家带来惊喜 上个月27日 孙一珍先于预产期生下一个儿子 而当时正在外地拍戏的玄斌 也及时回到家陪老婆生产 不过虽然是早产 但好在母子都健康 一家三口才得以平安团聚 目前孙一珍还在月子中心坐月子 想来也应该是玄斌在照顾老婆和儿子 马上还有十来天 孙一珍就能够出月子回家了 一家三口可以一起度过一个春节 想想都觉得幸福 此前玄斌为了陪孙一珍生产 已经推迟了新电影《哈尔滨》的拍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一月份玄斌马上就要禁足了 一家三口又要分隔两地了 而孙一珍只能独自照顾孩子了 不过玄斌这么心疼老婆 肯定给孙一珍安排了月嫂 所以孙一珍也不会很辛苦 一家三口这样也挺好的 玄斌负责在外赚钱养家 孙一珍在家照顾宝宝和养好自己的身体 希望一家三口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